上昧而上运搜已经不是什么新奇事了 毕竟她的热搜体质 一直让娱乐圈的其他女演员望尘莫及 她这次的热搜内容还是挺新鲜的 虽然她和亲男友张合被拍到多次 但两人从来没有正面回应过 这次热搜内容还是挺新鲜的 这回性格哽直的郑爽直接在粉丝着 属APP里晒出女男友的贴头和罩 大众没有一点点防备就被喂了一嘴狗娘 看到这样一组懵拍 却认过是热恋中的情侣没错了 网友对于这样大喇喇的秀恩爱方式还是很认同 毕竟当今像郑爽一样公开 谈了一段又一段恋爱的小花可不多 这样坦诚又帅真的行为 实在是太太太浪好感了 不仅如此 她还隐晦地吐槽 自己男朋友是坐着撒尿的 小八再次确认 是情侣之间才会有的亲密尺度了 这种奇葩的吐槽角度 一看就是郑爽会做的事啊 秀恩爱也好 吐槽也好 都是郑爽在自创的APP中 与粉丝的亲密交流 这个粉丝APP名叫雪高群 吓得不用花钱 当时郑爽弄这个APP 也是想脱离微博 带着自己的粉丝开创新天地 她会在这个APP上 分享自己的所思所想 喜欢的视频 偶尔来断语音 最重要的是 她还会时不时来两张子拍 拷牢一下粉丝 本来郑爽就不常出席活动 能看到影视剧以外的郑爽 粉丝自然是很开心的 而且恋爱之后的郑爽 也有了幸福肥 冤了两圈的脸比之前更显灵动 但小八却发现 郑爽青春无敌的脸上难得 的出现了Bug 而这个Bug来自于她的脑门顶 其实刚出导时的郑爽发亮 还是挺马荡荡 初雨晋时期的她发型 虽然幼稚 但她的发觉看着自然又盛眼 光线好的话 还能看到她头顶光滑 像爱穿梭千年时的郑爽 也是超好看的 棕色长卷 包给了她完全不一样的气质 分分装变轻熟女 可是极端的郑爽在减塞的这条路上 越陷越深 于是就有了剧情超甜 但女主超瘦的 微微一笑很清澄 不光是瘦 当时电视剧播出后 传出了郑爽 乌黑浓密的发型 都是贴甲发片之后的效果 毕竟因为身体极度营养不良 郑爽已经被拍到了头发 稀疏的照片 而且她感受的身材 配上超级大把的黑长发 显得整个比例很不自然 对比她早期性软的发质 这粗如钢丝球的黑发实在 不像她自己原本的头发 小巴当时一边看去还一边疑惑 爽妹儿这是带了个巨大的假发套吗 好在下肢位置时正爽 颜值回春 短发的她吞去长发时的后宠感 这细软的头发才是郑爽的本命啊 录制综艺这就是铁甲时 郑爽本来是清爽的短发 不知道她为啥想不通 又给自己贴了脚长发片 贴就贴吧 却贴出了致病分离的感觉 发型是要扣鸡腿 其实整体来说 郑爽的发脸在女明星中 不算特别上 但她脑门那一块 却总是跟不上大部队 签证 此她筛子拍照 把刘海扎了起来 脑门的那一块头皮被照的头亮 想必是抱受时脱胶的发现在还没有养回来 希望被甜蜜爱情滋润着的郑爽 脑门上的头发也能早日回归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